大家好,我熊董的朋友 你好,Stanley 你好,Jolly 今天我們來的是去年冬天才新開幕的冰品店 名字叫做 叫做 宇治商船善心丸 那它最有特色的 是抹茶的冰品跟飲品 那我們現在就要搭船出發囉 Let's go 這家在日本已經有五百多年歷史 不只外觀吸引 內部全影幕建造 就好像去到日本的京都一樣 我們排了三個小時終於排到位置了 它最有名的話就是像這個抹茶的熱飲 然後另外的話如果想要吃冰品的話 也可以點它的抹茶冰品 然後像它這個容器的話都是這樣子竹子的造型 然後還有他們每天限定的就是這個 預判燒 想吃的話要早一點來排隊才有 然後還有現在冬天的話是草莓的季節 所以永遠超夢幻的 女生一定會超喜歡的草莓口味 所以來台中一定要來吃這間 查理 你調抹茶的工價十足 猴腮雷啊 這間在台中非常有名的咖啡店呢 它是由老洋房改造成的咖啡廳 那這區是有很多類似的空間 就是用老的大房子去改成 像是咖啡廳文創小店 還有一些設計事務所 那我們現在繼續一探究竟吧 走 查理 你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喜歡 周末時泡在咖啡廳呢 我們台灣人就是會找一個氣氛很好的咖啡廳 然後跟幾個好朋友一起來度過下午 大家也喜歡到咖啡廳就是一邊工作 然後一邊喝一聊 因為咖啡廳都有些免費的Wi-Fi啊什麼 然後如果在家裡工作的話 可能就是會被家人干擾這樣子 Stanley 天氣好冷喔 看來Elsa太喜歡台灣 還捨不得走呢 那我們去找妖怪兵 看她能不能擊退Elsa吧 難道你是說 沒錯 我說的就是這一家 位於台中西區的陸地兵的怪物 除了有琳瑯滿目的配料外 還有他們的招牌妖怪兵 在棉花冰上面有兩隻眼睛 感覺好可愛喔 像這個巧克力口味的 不只口感又滑 而且巧克力味道濃郁 欸欸欸 你不要吃太快 留點給我啦 查理別吵啦 你看這喵心人盯著你啊 噓 好啦我小聲一點啦 這家有三隻可愛的喵心人當家的 巷內胡同咖啡 隱藏在老房子內 雙黃溫馨 菜單上的菜式簡單 價格也非常親民 來這邊與貓咪一起玩耍 感覺就像在自己家一樣舒服 阿里我突然好想念台北的上癮水產啊 需要想念嗎 台中也有上癮水產啊 下一集我們一起尋找台中三大人氣石墊 絕對不要錯過啦 按讚 謝謝大家